我是Leslie 请听我的超越 Beyond的故事 So Podcast 有故事的声音 Beyond的音乐曾经轰轰烈烈 进入了本地乐坛 前面是那方 谁伴我苍蕩 前路没有指引 若我走上有事宅可 Beyond的音乐进入了我们的生命当中 每日都燃烧着我们 成为我们的动力 Beyond的音乐精神 从来都没离开过我们 永远都是活在我们的心中 无论你身处何地 最坏的时代 我们更加需要 以最好的心态 去准备自己 去迎接将来 谁伴我闯导 Beyond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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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起一身金衣装 取消今天的工作 西身纷纷的色彩 来让我去告诉你 派对永无真意 Beyond的音乐 不论我 不论相识 不论相识 尽管多些四黑路 不需要主打的跳蹄 无谓太过有性格 派对你要不决正 啊 你说不给面 她说不想面 只为民节做奴隶 种种方式的捆绑 情谏一出枕抵挡 想出千般的推堂 明日玻璃与闭矮 也要靠你比一下面 啊 你说不给面 她说不想面 只为民节做奴隶 你都不是说不给面 是说不想面 只用人脸做前提 给面派对 是我们今集的嘉宾所选择的一首歌 以下来你这个嘉宾很有趣的 怎么这么说呢 我们相识于刚刚在今年Respect的家居建点音乐会 她当晚唱了几首歌 向架她自警 其中一首歌是可否冲播 日文版 啊 以太利 德基尼 好好 类似的 咬字都很清晰的 潘君妍 马芬 独立创作的唱作歌手 她本身都有很多原创作品 我们节目也会介绍的 马芬 耶 Hello Leslie 很多谢你 多谢你上来接受 多谢你邀请 谢谢 因为 说真的 想得去Respect 家居纪念活动的就是自己人 大家都喜欢Beyond 都是身体流着Beyond的血 能够用音乐 用家居 用Beyond的歌 大家一起做朋友 这是很开心的事 嗯嗯 刚才off mic的时候 都和你谈了很多东西 说了家里的东西 因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和我们伸同感受 很多时候我们听Beyond的其中一个原因 或多或少是想找一些强心针 又或者是同路人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但是以前如果有一些是 岁月是比较艰难些去行的 有Beyond的音乐去陪伴着 我们真的好像Beyond 有首歌很好听 也都很受欢迎的 《瑞伴拿厂当》 我们真的多或少是真的会靠一些Beyond的作品去支持 不知怎样形容 好像我都说了 我给一些 不是给一些 輪到你都说了 Muffin Beyond对我来说 反而是 不要说特别是哪一首歌 是她的精神 家居的精神 因为其实她曾经说过 她说香港只有娱乐圈 没有乐坛 但是她们做了很多歌 她们很多时候都是讲理想 甚至有时候可能讲批判 她们很真实很写实 拿了自己的一些真实的情感去写出来 即是亲身经历过那些 她们就会去写 没错 但是 而其实当时的乐坛 就是比较红的 主要是偶像派 即是张国荣 太阳顿 梅姐 他们 其实当时的香港乐坛的风格 其实只有两种 一是快一是慢 但是他们自己做一些很有特色的歌 很Bang生 还有写很多题材 是很贴切的 很现实的 写一些日常生活 写一些盲生 即是现在叫贴地 贴地 没错 而他们是真的成功打出个名堂 真的以一个歌手身份 一个乐队身份 甚至去到海外 去日本发展 那一刻其实令我有一个醒觉 就是 其实一个普通人 都可以是实现音乐的梦想 只要你的坚持 是很普通的 是孙仔 是的 不错 不是说要有什么家底 也不是要有什么关系 所以你刚才问我 可能人生有没有经历过一些不愉意 不开心 或者是挫霸的东西 而透过Beyond的歌 可能令我有鼓舞 就是Beyond的精神 因为其实我自己很小的时候 我已经是很喜欢音乐 是的 怎样喜欢音乐呢 我人生第一份暑期工 因为我当时十多岁的时候 就已经移民了加拿大 当年其实我跟我爸爸 跟我后母 和他们两个子女 就过了加拿大 但是就 不是太愉快的 亦都可以说是有家暴 即是有被精神虐待 没有饱饭吃的 可能叫做 买包公仔麵 或者买卷厕纸 都是要自己的 是的 即是家里的物资 所有东西都会鎖住在一间房 那不重要 我觉得 所以我未够十六岁 已经是在学校半工读 即是我那时候回中学的时候 上完试 趁小试 午餐 休息 休息 做完工 那十多岁 这么辛苦 回了几个小时 其实都是说 可能五元一个小时 加纸 回四个小时 就只有二十元 是的 那当年的 那时候的同学 那他们通常放学去做些什么 打保龄 唱卡 去喝东西 我全部都不会去 为什么 我这么辛苦 才能找到二十元交币 去一晚去喝杯东西 已经没了 那结果我就 存了些钱 那就存了 我自己就其实 从小到大已经很喜欢唱歌的 那接着就 开始就 买一些书 又 存钱买一部琴仔 什么书 音乐书 买一些歌谱 因为那时候 没有现在那么发达的 你不会说 有什么YouTube 上去按一下 又有人教 计算那条数不对了 我的钱拿出去 跟人学东西 学得多少课呢 试一下 膽粗粗 自己买书 自己自学 又听一下 反正在家里 我的活动范围 只可以在我的房间 过年过节 家里吃饭 又没有我份 所以大部分时间 我都是躲在房间 买了一个琴仔 跟着就 有一年暑假 回香港做水尼工 就买了一支吉他 那时候就 自己躲在房间練 即是吉他 是你的最好的朋友 如果这样算 是啊 我抱着睡觉 哈哈 你说我今天 可以说一些深深的东西 是啊 真是 心中情 是啊 刚才说了 就是 上学放学上班 回到去 已经很累了 但是我都要把握时间 想练吉他 为什么呢 我想快点可以练到 我可以唱歌 其实我自学乐器的目的 是因为我喜欢唱歌 而我觉得 其实唱歌最开心的 就是可以自打自唱 能够很开心自己 在自己音乐世界 唱到歌 很轻松地 完成一首歌 就很开心了 但是被你说中了 原来发现 有另一个世界在外面等着我 什么世界 就是 当我准备好自己 彈到我的第一首歌 接着学校 第一首是什么歌 其实第一首呢 就是一首日文歌 因为那时候 我刚刚玩吉他的时候 其实就 主要就 玩一队日文的乐队 叫做Tancel 那时候就cover他的歌 那时候就玩了一首歌 叫Honey 那么 你懂得彈 很开心啊 是啊 自弹自唱 那么 那时候 其实 都是十五六岁的时候 是 第一次 站上 学校的舞台 那么 一支sport light 打下来 唱啦 然后 哇 发现 下面很多人 歡呼 然后那一刻 我就 就感觉到自己 咦 原来 这个地方 这个时刻 是我自己 有生以来 感觉到一个 最属于我自己 最安全 最舒适的一个地方 所以那一刻 我就找到 咦 原来 我是属于舞台的 怪不得 当年家居 躲在苏屋邨的房子 在那里 那一刻 我就跟自己说 我立志 我以歌唱 作为我的终身事业 但是 真的 就是 我看到 譬如家驱 Beylon的成功 是 我觉得 再贴地一点 这件事 因为 当我有这个 志向的时候 无论我和我身边 最好的朋友 中学同学 甚至 我家人 没有一个人 是支持的 他们会想 第一 家人 更加 我爷爷 那些 就很担心 找不到吃 对 有我找不到吃 对 踏踏实实 找份工算 甚至 连我最好 朋友的兄弟 他都说 算了 那个世界 连我们这个世界 很远 就是 怎样都过不了 你 不要想了 但是 也不知为什么人生 一定要找食 我觉得 是的 基本的找食 是一定需要的 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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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说到 一定拿碗 黑食 是的 我觉得其实玩音乐 拿不拿碗 就好看心态 就是好讲 因为其实音乐 就比较艺术的 很多人说音乐家都是艺术家 但是如果 能够可以 找到 找到 吃 找几餐呢 其实艺术和相遥性 两人都要少少的 嗯 就算说 写歌 写一些想抒发自己情感的一些主题 你都要写一些令大众觉得好听的melody 这些都是需要 而我觉得 其实 Beyond的歌 是绝对做好这件事 嗯嗯 Beyond对你有什么影响呢 其实 在这段 瘦月当中 他们的精神 令我知道 可以实现到 以音乐 作为一个 理想作为一个事业 OK 第二件事 也是 一个很大的扭转 就是 其实他们的歌 除了主题 是很贴地 很有民生之外 亦都 令到当年 是多了人开始 对吉他 对甲 band 嗯嗯 是的 是有一个热成 又开始 我那一刻 就 刚好那时候 那时候都是十 我记得十六岁左右 嗯嗯 刚好有个 那些伯母 有个儿子 咦 咦 你又弹吉他 我儿子又想学吉他 他儿子是多少 他儿子都是差不多 他儿子都是差不多 都是十六岁 是啊 那刚刚 那时候的 我都刚刚叫做 彈顺D chord 阿拉斯 Amarna FG 四届 chord 那我就说 好那你想学什么歌 那他说 我喜欢你 就行了 Beyond的歌呢 其实我很欣赏他们 是 是简单 表面上简单 那当然 就是里面的 一些編曲 或者是 他们 譬如说可能 string的配乐 甚至是吉他 solo 很多东西 当然唱的也不简单 其实 你说唱了一首歌 和唱好一首歌 和唱得有深度 有感情 其实是三个不同的层次 是的 但是就是 当年 就是 这件事 令我成为一位 音乐导师 成为一位歌唱导师 嗯 自己一路做表演 一路弹 一路唱 同事一路教 那就可以将我自己喜欢的东西 和将我的一些经验 透过音乐 透过表演歌 可以给到更多人 令到更多喜欢音乐的人 觉得他们喜欢音乐 其实有一天都可以踏上舞台 都可以成为他们的理想 你所说以前的不幸 或者是逆境 反而锻炼做就今天的你 成为一个祝福 是的 我觉得过往的一些经历 可能是 有不开心 有痛苦 没得反抗 是的 没得反抗 但是也没得选择 你生于一个怎样的家庭 或者是会有些 怎样的经历 但是慢慢的人大过之道 发觉 其实 怎样去用什么心态 去面对一件事 你是有得选择 嗯 很棒 这句 是的 这件事是一个扭转 因为很多事情 都是定了是这样的 但是你怎样去面对呢 就是视乎你的心态 那我会觉得 我有以前的经历 造就了 现在的我 令我坚强 令我自己很快成为一个独立的人 令我面对任何的挫败 我都会可以起身 因为 很有Beyong的音乐精神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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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不死的 就是我们都是听Beyong的音乐长大 是的 你再说这句话 我已经知道你是 都是跟我一样 家庭有一句金句 他说 生命是不在乎你得到的什么 只在乎你做过什么 他这句话 其实 时刻都会令我自己 提醒自己的 我每一天 我都差不多是用尽自己的 是在燃烧自己 因为 其实 每一天你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是不是 谁知道 可能 没有人保证一个人的寿命 一定有六十八十岁 一百岁 我会想有一天 我走的时候 我有东西可以留下给大家 或者是 證明过我曾经活过这个世界 是的 但是 是留一些 光辉光彩的东西 是的 所以我经常都跟别人说 我几年前搞过 Emax的纪念改革音乐会 我可不可以在二零八六年举办 这个《再见你想》 劇声弹面世一百周年的 的 纪念乐会 但我应该不在 但我发觉一件事 我不搞而已 其他人都会搞 是的 而且 一些东西是会继续流传到的 正如我们现在访问这个节目 甚至你一路做这么多的节目 是不是你的声音啊 你所说的东西啊 你的理念啊 一直在的 好多年都还可以预算 如果将来你 可以的话 在红冠开个人的概念 那我就发达了 成美归宜 是的 是的 是不是准备了一首歌 是送给大家的呢 是的 刚才就跟大家说了 有些歌是很简单 但是同样的其实就很好听 是不是说了我们心声里面 有一些的说话呢 其实这一首 这首歌啊 哦 这首歌 没错 都是 其实很多歌都真的说了 很多我们的心声 是的 那么 其实有两首情歌 表面上是情歌 嗯 但是 也都是写出了很多 音乐人的一些 无奈的 表面上是一首情歌 那么有些人 譬如说我曾经有说过 说这首歌是 写给家区的初戀女友啊 又或者有说过 好像是另一队 band的女主音啊 又曾经说过 是不是写给她一个在内地的女友啊 那么 但是 写给谁都好啦 但是 但是 最后 都是说 当初是 以我家区做一个抉择 嗯 究竟是 选感情啊 还是选音乐 嗯嗯 那 最终她都是选回她的音乐了 細心去聆听 好 送给大家的 送给大家的 送给大家一个 比较 轻松 舒坏的一个 着视版本的 喜欢你呢 习以大风拾透 黄昏的街道 搁去与谁相忍 無故的 д GRN 9 逢向孤单的夜亮 aje微 事那伸感的序 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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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這件事很平衡 你Beyond的音樂 雖然你的聲音很療癒 跟Beyond的感覺一樣 都是給我一種很療癒的感覺 其實你在Beyond當中你得到什麼? 他帶我看到其實香港是可以不只是娛樂圈 或者入這一行不是一定要做一個所謂的藝人 我家居有說過去演繹藝人的方式 如果上去電視節目或電台節目都可以 是做一些不關音樂的事 那些就是藝人 是 沒錯 如果你說歌手可能是出席一些宣傳活動 有一些包裝上的東西是難以避免的 這個也是必須的 因為你做得歌你就要推廣 推廣也是要給人知道 但是如果要去做一些跟音樂無關的一些娛樂性的節目 那這個其實就 其實是有為做為一位歌手的身份 是的 那我的理念其實都是一樣 就是我覺得 為甚麼是做為一位歌手 因為你喜歡音樂嘛 為甚麼喜歡音樂 因為我想每一天我都是做著音樂的東西 但是如果你說走去拍戲、拍劇 或者是做一些不關事的 其實是浪費了時間 因為做那些東西的同時 其實你可以把那些時間去放進歌曲創作 或者是再做更多好的音樂 再做更多好的演出去給大眾 嗯嗯嗯 有時候不知道你會發覺一件事 變成是Beyong的音樂陪伴著我們成長 也都是令到我們可以更多的角度去看同一件事情 以前會覺得音樂當然是靠公仔商 就是電視台或者電台 但其實已經不是靠娛樂圈 我覺得現在已經有很多 譬如說有YouTube或者有其他網絡的平台 我自己都用開KKBOSS 那些 我發覺已經是不需要再靠單一的媒體去找自己喜歡聽的音樂 是啊 現在其實多了很多傳樂平台 大家都可以更加容易 甚至是HOME STUDIO 自己去做歌 當然會有不同的質素分別 但是都是可以有個比較簡單的方法去令到大眾去聽到多些獨立歌手或者獨立樂隊的歌 其實我覺得就是等於以前呢 譬如說那個七八十年代的時候 譚詠麟啊 張學友張國榮啊 他們那些歌其實是因為有日本 有《玉智浩義》 《桑廷佳》 他們那些歌也改編到有當年的香港樂壇 而《Beyond》我覺得他就是造就了現在的《Suppert Moment》 《Dear Jane》 《Tonic》 《Color》 因為有這個始祖帶給大家 你都可以以一個樂隊的身份去進入這個樂壇去帶動一些這樣的歌 其實以前的香港樂壇其實只有兩種的風格 快、慢 因為快歌是慢過 但是如果你說在外國 可能在說七八十年代的時候 譬如說 有很多不同的 譬如Punk Sass Pistol Reggae Bob Marley 文耀 Bob Balan Jazz 有Francenatra Rock and Roll 有很多不同的樂隊 很多不同的藝術 或者歌手 樂隊 他們有不同的風格 他們的衣著 他們的作風 甚至是他們的器材、樂器 是多很多元化的 但是當時的香港樂壇真的是比較單一 是 消化不了 根本也都 是的 如果這套樂隊是多了一個選擇 多了豐富了 那件事 我明白 很多時候 譬如你以前八十年代 近年珍宴、忠心明楚 我們香港有些是改編歌 是改他們的 但是變成單一化 你說得對 還有 如果你說 不是啊 樂壇有很多不同的音樂的色彩 所以其實 喂大哥 真的 當年的 香港的樂迷 或者音樂的消費者 他們消化不了 也都是 不知怎樣去做 所以 之後是真的 令到 多些人是覺得 咦 我都可以 搭著他過來 我都可以 在樂壇 多個貢獻 或者是 甚至 因為其實 我認為 音樂 是 歌曲 是給大眾 一個去抒發 情感的一個渠道來的 即是當一個樂迷他們 戴上耳機 開著音樂 其實 無論他在哪裏都好 那已經是他一個 自己的私人空間 他 他和 唱歌的歌手 的聲音 是一個無阻隔的 互相傳遞的 渠道 而 聽歌的 他可以 投入在他自己的幻想空間 是一個抒發的情感也好 或者是一個 一個 一個幻想的空間 其實 越是能夠有多些不同的主題 或者多些不同的聲音的歌手 是 令大家都 多一個 空間 多一個選擇 還有 有件事 中得是什麽 你修得也是什麽 獨自浩耳 那些 做就當年的樂壇 但是 接著 現在Beyond做的確是 很多很多的樂壇 都出來了 將來 十幾年後 香港的樂壇 是會唱什麽歌為止的 如果你再這樣 推算下去的話 靠我們 靠現在活躍的 音樂人 歌手 去 帶動 但是如果你說 真是說回 近年的樂壇 其實是比較受韓風的影響 是的 但是 我也感恩 多了一些 有實力的一些唱作人 寫一些比較 香港地道的歌 都有 是的 之後 十幾年後 猜不到 沒有 我想到Gentle說的那句話 香港重奪回亞洲第一 是的 很謙虛地 由和語謙卑去說這件事情 是的 都厲害的 即是你說 今時今日的樂壇 能夠是可以捧到 一班這樣的年輕人 是 真的做到星出來 是的 哇 真的和你聊天 真的很舒服 真的 還有令我想起 那個怎樣說 因為你剛才開球 又說回之前的 童年的不開心的事情 但是好像現在 你好像沒有任何的痕跡 在你面上出現過 你這方面的事情 就是透過音樂 透過Beyond 或者其他歌曲 會令到你有一個治癒的作用 是 因為同時 我自己現在 都是叫做作為一位歌手 又作為一位歌唱導師 其實我是很想能夠 真的將音樂 而成為一位正能量 治療到大家 或者是可以令他們去更加 向著好的方向去走 那你教的學生 有沒有說回Beyond的往事 其實 都會教 有時候 譬如選一些歌 奮鬥的歷程 有 一定有 因為 其實他們的經歷 他們的努力 其實 都 絕對是值得大家去學習 明白 我們又來 送多一首歌給大家 你唱得這麼好聽 好 好 以下這首歌 真的影響到九十年代 不僅現在還有很多年輕人 都很喜歡唱 很喜歡聽這首歌 這首歌 歌詞就是 《情人》 其實這首歌也是出自於Beyond作為四個一個人的組合時期的最後一個專輯裡面的歌 就是在九三年的《樂雨露》裡面 但是就很不幸 自從這張專輯發行了不久 那家居就在日本有意外 就小小了 所以這一首歌是一首很特別的歌 我們細心靜心去收聽 好 麻煩把本 情人 我 我的心如水 你不必之醉 喔 你可知 誰敢心虧去 你與我之間有誰 好的 事難至情是同真 還是意外 有女有罪有輔差 還有忍耐 思難至雜是寒通 存在眼淚 有事有事有话想 无法登台 怕无我别去后会 共亦在远方相遂 每一天望开 每一天相对 盼望你愿意 没有让我别去的恐惧 我即使离开 你的天空里 我你可知 谁敢送归去 你与我之间有谁 是人是情是痛珍 还是意外 有女有罪有父亲 还有忍耐 是人是信是寒冬 从在眼内 有事有事有话想 无法登台 多小春秋风雨盖 多小崎岖不变爱 当笑嘻嘻嘻定意在人海 是人是情是寒冬 是人是情是痛珍 还是意外 有女有罪有父亲 还有忍耐 是人是寒冬 从在眼内 有事有事有事有话想 无法登台 有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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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 都怪不得直 都怪不得直 有事有事移民 有事移民 大家先不好意思 因為的確有很多東西想問你 但你一聽 自己吹一隻眼吹一隻耳去聽 就沒有了 情人的情人你知不知說什麼 情人這首歌表面上又是可能好像又是情歌 其實是比較悲傷的情歌 這首歌其實當時是beyond他們去日本發展 四個都有各自很不捨得的女朋友 能夠位置女朋友的最好方法就是寫一首比較情心歡歡的多 我想這一首好像當年的喜歡你一樣 但這首歌也是我覺得每次唱到有一句 我自己都有少少無觀動的 即是我即使離開你的天空 那一刻其實令我聯想到街區沒有預料到自己真的會離開 所以這首歌其實是真的 是一首情歌 但就帶了很深的一個痛在這裏 明白的 真的有時開車都會無厘頭 都會想一句前面試 方是誰伴我闖蕩 甚至乎誰伴我瘋狂 是 beyond的音樂創作會不會影響到你創作路上那個取向 怎麼都會有 我相信 因為其實應該這麼說 他們的歌真的有很多不同的方向 很多不同的風格 就令我知道寫歌不只是單一是情歌的 例如關於夢想關於理想 又或者是可能有些比較粉絲的 甚至是真的講世界性的 全球性的 講戰爭 講飢餓 講恐慌 講和平 等於好像 Beatles Imagine John Allen 即是一個比較大畫面的一些歌曲 一些主題 又或者很貼地性 譬如說一些反抗的元素都有 譬如說爸爸媽媽 今天主角應該是自己的 還有爸爸吃什麼就是我們吃什麼傻 是的 即是自己可以有回 人生是屬於自己 應該自己做回主導 但是當然 所有東西都要是正向的 即是都要走回一個正軌 所以我自己個人我寫歌 其實就都比較需要有親身的經歷 真的把那個情感可以放下去 所以暫時我未能夠寫到一些 可能是很大畫面世界性 關於戰爭王美經歷過 所以那種傷痛 或者我未真的去過一些 可能是比較落後的地方 或者可能是無過架醫生 他們去救援的情況 未親身去體驗到 所以暫時的歌可能都是情歌 但是近期就寫了一首跟我過往 是風格很不一樣的歌 那就是關於超級英雄 歌風名字叫做Superman 很榮幸 請到你Muffin上來 直接在自彈自唱 是 unplug的形式去唱 是不是Superman 歌風名字叫Superman 有什麼寓意的呢 其實我從小到大 我自己喜歡的一個character 或者對我來說一個icon 就是Superman 即是說DC的Superman 那就是 為什麼呢 我常常幻想自己會識飛 幻想自己有超能力 幻想自己很大力 可以幫到人 例如可能可以捉到賊 或者遇到什麼世界災難事件 可以真的馬上飛過去救援 那無奈 其實我真的沒有 這個超級功能 她說過的嘛 結他就是寶劍來的 其實有的 是 我發現其實 我覺得每一個人 在這個生存 在這個世界上 其實每一個人都有他們的使命 有時候未必說得太大 可能有一些人是 只是做一個很稱職的爸爸媽媽 OK 有一些人可能她是做消防員 做醫護去拯救人 甚至其實我覺得這個世界 任何一個職業 任何一個人都是幫這個社會 是付出著去幫這個世界的 而我找到我自己 我負責的東西就是唱歌 我用我的聲音 用我的歌曲 去帶給大家正能量去治癒大家 哪怕我不會飛 哪怕我沒有這個超人死光 但是我希望能夠用我的聲音 可以成為大家心靈上的超級英雄 明白的 明白的 各位聽眾 有沒有發覺一件事 其實我們由始至終 我們一集環繞著一個主題 就是大家說 當然是Beyond 不是啊 一開始就已經說 Marfin童年的不幸 但是 那個不幸 反而是沒有令到她叛倒 反而是造就到今天的她 鍛鍊到今天的她 很多時候 哪怕以前是 不是啊 我以前真的是很黑暗的歲月 當然鼓勵大家去聽Beyond 不過 以前的不幸 多或少是成為今天的祝福 成為今天自己的祝福之餘 也成為身邊你所認識 或者不認識的人的祝福 只要你願意 只要你相信 可以將以前的黑暗化成彩色 沒錯 這首歌有沒有特定的對象 是唱給對方的 任何人 任何人 任何人有需要 Superman的人 沒錯 當然 喜歡聽我的歌 支持我的歌迷 也是很想可以送給他們 因為某程度上 我有很多粉絲 其實他們可能 都會有些 曾經有些粉絲 他們經歷過一些人生的 不同的 比較失落的時候 或者是 真的可能遇過有病啊 身體的狀況啊 有家庭的問題啊 但是他們跟我說回 聽到我的歌 是真的令到他們有回正能量 會站起來的 所以 但我也想告訴你們 當你們說 你們聽到我的歌 我支持到你們 其實 你們都在比較支持我 去繼續在這個音樂路上繼續走 明白的 所以大家 在聽著這個節目的每一位觀眾 我都希望大家可以有個正確的心態 去面對你們人生遇到的任何錯誤 記得一件事就是 花藥盛開蝴蝶之內 花藥盛開蝴蝶之內 最重要是要做好自己 交個球給你 好 送給大家 我最新的一首單曲 作曲曲曲曲曲曲 都是我 Marvin一首包辦的歌 送給你們 Superman 希望你 來支援 幸福 道80 還有 送給你 九九九十七 特色 держ 是 不 相對 To hold cold tears are filling in your eyes Getting close, peace your mind Getting close, keep up on life I just want to be alone, to give up, survive Give me a chance, save your heart, save your soul Just open your arms and run to me Let me be your hero, let me be your superman Be your light, be your strength Be the one, stand by your side Hold my hand and let me fly you to the star and back I will always be there for you When life can misery and makes you suffer The hopelessness and bring you countless heartbreak You try to reach out but with no one to hold To hold cold tears are filling in your eyes Getting close, peace your mind Getting close, keep up on life I just want to be alone, to give up, survive Give me a chance, save your heart, save your soul Just open your arms and run to me Let me be your hero, let me be your superman Be your life, be your strength, be the one, stand by your side Hold my hand and let me fly you to the star and back Hold my hand and let me fly you to the star and back I will always be there for you Let me be your hero, let me be your superman Be your light, be your strength, be the one, stand by your side Hold my hand and let me fly you to the star and back I will always be there for you I will always be there for you We are such a bright including my new song 節目尾聲都要說一句 前面是那方 誰伴我瘋狂 誰伴我闖蕩 看見Marvin 說回自己的 錢本身 黑暗歲月的經過 接著 如何透過結他 透過音樂世界慢慢 起翻身 很多東西放下了 很多東西也繼續 去向前看 向前走 永遠向前 永不停步 除了自己起翻身 繼續向前 最重要的是 再將這個能量 傳出去 再令到更多人 跌倒的時候再起翻身 傳承這件事很重要 以身教去感染身邊的人 真是最後 你爆肚的問題 Beyong是解散了的 但你有什麼話 想向Beyong說回 我覺得其實一隊樂隊 就算是成員 不是大家一起組樂隊 其實抱持著最初心的精神 大家繼續用各自不同風格 各自不同的方式 繼續去走下去 其實都是可以的 可能有很多粉絲 都會很想 經常會很想一些解散的樂隊 組合 大家快點重聚 再開演唱會 但我覺得 真是問心的 我覺得 人與人有事 其實會在大家 人生上 不同的時空 可能會是 相遇 有可能大家會分開 這個是緣分 但我覺得最重要是 音樂的信念 那個理念 那個精神 繼續傳下去 反而我覺得 沒有問題 因為可能 分開了 大家各自 有各自的粉絲 有各自支持者 可能會再感染到這麼多人嗎 明白的 最重要是 一件事是 保持初心 沒錯 初心很重要 所以 繼續努力 大家都繼續努力 旁邊的你 無論你發生任何事 我們一定會 陪伴你去闖蕩 沒錯 我們真的不趕了 拔又是過了事 我們off mic再聊 拜拜 拜拜 謝謝Lessie Thank you 每一集 我都禮拜會說聲 來了來了 西斗傳承就來了 西斗傳承的環節 就是想邀請大家 一起去推動本地樂壇 一起去攜手 去推動本地的原創 因為以前畢長都很推崇 這件事 我們繼續傳承 他這個音樂精神也好 今集我推介誰好呢 因為有時候要推介Band Sound 我們也可以推介一些 很優秀 很有潛質的唱作人 我們這次推介陳雷 有首歌很好聽的 很有意思的 不知是否聽Beyond 對一些激勵的音樂 特別是靈寫 搶耳 靈寫去醒神一點 有句歌詞 很棒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人生總需要跌過 才知道想要什麼 無悔今生經過才稱得上娛樂 是用一個很樂觀的心態 去面對這個花花世界 去面對無論你身處順境或逆境當中 好事來的 用樂觀的心態 送給大家 作曲陳雷 田徹 陳雷 主唱都是陳雷 娛樂人生 每天也工作加班 每餐到覺無味的吃冷飯 是這經典的晚餐 放鬆已不再簡單 腦海裡應啊從未知返 人生是愚樂 如不需要擔憂 眾生吃喝 這一句想別就算鬧對我 不需要再如過 假設什麼 想到就去做不管對錯 一生已經不多 只怕沒有錯 哇 我 我 我 那感覺出去偷玩 踩車子的娛樂 飛鴻 扶起終生的上誕 日想过一去不返 放低重担情向必转患 人生是愚昂愚昌 所有监右都给汗汤 岂不曾你何时这送 为我不需再遇过 价值什么 想到就去做不管对错 一生已经不够 不想再去好更多 只想再遇错 不怕什么 这世不要再把握 人生总需要跌过 才只想要什么 梦会今生经过 才静静想愉悦 尽管是做你心的 尽管是做你爱的 尽管是娱乐人生 不需要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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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价值什么 想到就去做不管对错 一生已经不动 不想再去好更多 只想再去好更多 不怕什么 这世不要再把握 人生总需要跌过 才只想要什么 无悔 无悔更新经过 才静静想愉悦 我价值得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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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